这一集我要来谈谈都督王朝的第二位君主亨利八世 他跟看起来严肃呆板 实际上却专情的父亲亨利七世 简直是两个极端 他最有名的世纪就是娶了六个妻子 他是英国史上结婚次数最多的君王 在不可能离婚的年代 他是怎么办到的 我们来看看他的风流史 上一集我们提到亨利七世的长子在婚后不久就去世 但西班牙公主媳妇凯撒林却活了下来 亨利七世为了不想返还巨额的嫁妆 本来想自己去凯撒林 后来打消了念头 极力说服媳妇凯撒林留在英格兰 改嫁给他的次子亨利八世 但是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在那个年代 移婚的嫂嫂再嫁给小叔是违反天主教规定 凯撒林赶紧宣称自己仍是处女之身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加上凯撒林母亲的帮忙 才终于获得教宗特许的同意 18岁的凯撒林才可以和12岁的亨利八世订婚 并定下两年后正式结婚 两年后 在结婚典礼的前夕 亨利七世对西班牙结盟这件事 已经兴趣决绝 他想替儿子亨利八世 再谈更好的一门亲事 便决定毁婚 取消了婚礼 刚好这时凯撒林的母亲 卡斯提亚女王过世 凯撒林的父亲怕凯撒林回来 争夺卡斯提亚的王位 迟迟地不让他回西班牙 卡在两位非常会算计的国王父亲中间 凯撒林的处境十分的尴尬 这使得他既回不了西班牙 英格兰也不留他 英西两国外交斡旋了许多次 凯撒林自己也提出各种方式 包括回西班牙当兄女 都不被接受 身处异国的他 只能变卖首饰艰苦的过活 还遣散了许多的仆纵 听说压力过大了他 甚至得了厌食症 堂堂的西班牙公主 艰辛又羞辱的在异国 过了四年 直到1509年 亨利七世因病过世 18岁的亨利八世即位 并决定迎娶24岁的凯撒林 等了七年的凯撒林才终于成为英格兰的王后 他们两人的婚姻一开始是美满的 一个是多才多艺 擅长音乐诗歌 高大帅气 热爱打猎和网球运动的年轻君王 一个是教养良好 经法白皙 容貌美丽 接受过完整皇家教育的优雅贵公主 两人彼此互相吸引 初期感情 非常的要好 1513年 在亨利八世支援西班牙 亲自远征法国的时候 他就把英格兰交由凯撒林设政 这是北边的苏格兰王 詹姆斯四世 趁虚而辱 出兵攻打英格兰 凯撒林处遍不经 任命70岁的Thomas Howard Thomas霍华德领兵对抗 没想到英格兰不仅打赢 还斩杀了詹姆斯四世 苏格兰从此元气大伤 无力侵犯英格兰 优雅端庄 又能干的凯撒林 他的声望达到了空前 但是有个问题 却无法解决 苏格兰这次入侵之后 凯撒林第三次生产 生下了一个子婴 迟迟地无法替亨利巴士 生下一个儿子 在凯撒林的怀孕期间 亨利巴士与凯撒林身边的一位女士官 发生了关系 就在他们结婚十年后 1519年 这位女士官生下了一个男婴 让没有儿子的亨利巴士兴奋不已 他终于有了一个儿子 在那个年代 男子可以有很多的情妇 但私生子的地位很低下 不被承认 没有合法的继承权 亨利巴士就有一堆的情妇 为了表示对凯撒林王后的尊重 亨利巴士把生下儿子的女士官送走 但是他非常宠爱这个私生子 把这个私生子取名为亨利·费兹罗伊 要知道费兹罗伊 费兹罗伊的意思是国王之子 也就是说公开的承认 他是亨利巴士的国王之子 亨利巴士有多重视这个私生子呢 他分六岁的亨利·费兹罗伊为 李奇蒙和萨莫塞特公爵 让他成为英国史上第一个 拥有两个公爵头衔的人 后来还加封了爱尔兰总督 他虽然有了儿子 却是个私生子 凯撒林王后只生下了一个女儿 玛丽 当时的英格兰还没有女王统治过 亨利巴士害怕 女性继承王位会造成一个虚弱的政权 甚至引发了第二次玫瑰战争 造成了王位争夺战 加上圣经旧约记载 人若娶兄弟的妻子 必无后代 亨利巴士生怕都夺王朝 会葬送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没有正式生的儿子 没有弟子 成了亨利巴士 一辈子解不开的心魔 心急的亨利巴士 曾想立费兹罗伊为继承人 但遭到教会强力的反对 他甚至一想天开 想让费兹罗伊 与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结婚 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进入皇宫 有两人共治 但私生子继承法统 地位不稳 一样容易造成纷争 最后他只能寄望王后凯撒林 生下儿子 凯撒林王后总共怀孕了六七次 最后却只保下一个女儿 玛丽 其余全都流产或早药 到了1525年 亨利认为40岁的凯撒林 已经不可能为他生下儿子 34岁的他 终于立被凯撒林的女士官 安妮伯林吸引 开始展开疯狂的追求 安妮伯林的家族是商人出身 买下爵位成为贵族 传到他父亲 不过才第三代 对很多根深蒂固的贵族来说 他们只能算是个新兴贵族 不被看在眼里 安妮伯林的父亲担任外交官 外交官家庭成长的安妮伯林 从小在法国宫廷长大 精通多国语言 多才多艺 他聪明开放 时尚美丽 又擅长交集 年轻的诗人为他写诗 许多的男子 纷纷败倒在他裙下 可说风靡一时啊 安妮伯林的父亲 野心勃勃地想 获取更大的权势 他早就安排 安妮伯林的姐姐 玛丽伯林 担任凯撒林王后的女士官 并成为亨利八世 众多的情妇之一 安妮伯林的父亲 眼看姐姐玛丽伯林 没什么作用 所以就转而推动小女儿 一样画葫芦 把安妮伯林安插入宫 担任女士官 但安妮伯林 不想跟他姐姐玛丽一样 只是亨利八世 众多的情妇之一 没多久 就会遭到厌弃的命运 那他用什么方法呢 安妮伯林 他想成为异国之后 他用亨利八世 有婚姻关系为理由 拒绝亨利八世的追求 甚至不惜离开皇宫 这种以退为进的方式 让亨利八世 深深地着迷 单单1527到1528这一年 亨利八世就写了 至少十七封情书 给安妮伯林 1527年 安妮伯林 同意接受亨利八世的追求 但坚持不发生关系 免得生下私生子 除非确认两人的婚事 这样的手段与心机 让亨利八世 急着想把第一任妻子凯撒林 从王后之位除掉 扶赠热情时髦的情妇 安妮伯林 这简直是小三如何上位的饭本 吃不到的永远最香 果然 从1527年开始 亨利八世用尽各种方法 指使清新向教宗申请离婚 举证第一任的婚姻无效 并派遣大臣 前去罗马教廷 贿赂游税 甚至威胁不缴十一税给教廷 但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理武士 是凯撒林的外甥 西班牙的国力远远超过英格兰 教宗不想得罪西班牙这个当时的欧洲大国 连续六年不肯同意 对外无计可施 亨利八世就对内施压 他威胁凯撒林和女儿玛丽 不给他们生活费 除非凯撒林同意离婚 1531年 凯撒林被赶到偏远的行宫 皇宫的王后寝室由安妮伯林入住 深受人民爱戴的凯撒林 仍坚持自己是英格兰的王后 还不惜亲自上法庭申诉 与亨利八世当庭抗辩 可以说整个欧洲各国和英格兰人民 都不承认安妮伯林和亨利八世的关系 聪明的安妮伯林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当时欧洲两大强国 西班牙与法国连年的发生战争 双方为了抢夺意大利水火不容 法国国王不仅被俘虏 最后还再次的被西班牙打败 失去了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权 整个意大利成为了西班牙的囊中物 外交官家族出身的安妮伯林 就利用自己跟法国深远的关系 积极地拉拢英国跟法国结盟 以对抗国事正强的西班牙 1532年 原本坚守天主教教派 反对亨利八世离婚的法国 为了对抗西班牙 转而支持亨利八世的第二次婚姻 有了法国支持的保障 直到这个时候 安妮伯林才同意与亨利八世发生关系 从两人正式交往开始 整整隔了五年之久 而安妮伯林的父亲也如愿以偿 由子爵晋升为伯爵 而既然天主教反对安妮伯林成为王后 她干脆积极地推动英国教会独立 与天主教彻底地分道扬镳 就可以不受任何的拘束 1532年 当时全英格兰的主教长 坎特伯里大主教去世 这个职位由英国教宗之称 这个空缺 就由安妮伯林家族扶持的汤马士克兰默 Thomas Kramer接任大主教 安妮伯林怀孕之后 为了不让孩子成为私生子 在安妮伯林的怂恿之下 1533年1月 亨利八世秘密地跟他结婚 英国国会随即立法宣布脱离罗马教廷 坎特伯里大主教宣布亨利八世 与凯撒林的婚姻无效 宣布亨利八世与安妮的婚姻合法 6月1日 等了6年的安妮伯林 终于得偿夙愿 加冕为王后 9月就生下了女儿 伊丽莎白 亨利八世 接着把第一任妻子凯撒林 所生的女儿玛丽 便为私生女 指定与安妮所生的女儿 伊丽莎白公主 有王位继承权 同年的7月 教宗宣布对亨利八世处于破门律 将他主出天主教会 这是天主教最大的惩罚 隔年1534年 英格兰通过了一系列宗教改革法案 宣布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唯一最高的权威 不承认英国国王的最高权威 就是叛国罪 可以判处死刑 而且取消给教宗的献金 英国的教会 从此转变为英国国教 一个独立于罗马天主教的教派 我一直以为 亨利八世不是个信仰虔诚的人 不然怎么会轻易地脱离天主教 成立英国国教 结果我在英国皇室的官方网站发现 亨利八世居然是一本畅销书的作者 这本书在英格兰和欧洲再版了20次 整本书亨利八世都在攻击新教徒马丁路德 极力地维护罗马教体 罗马教宗还颁给他一个头衔 称他为Defender of the Faith 信仰的捍卫者 这个头衔真的是有够打脸 当然罗马教宗后来收回了这个头衔 但是亨利八世却很在乎 居然通过英国的国会法案 宣布这个头衔仍然有效 亨利八世的骨子里 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天主教徒 他并没有宗教改革的理念或情怀 只是单纯地为了达到离婚再婚的目的 安妮柏林花了六年的时间 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在不可能离婚的年代 让英格兰背离全欧势力最大的天主教教会 不惜把英国从上千年的天主教信仰 改成新教英国国教 让自己和女儿成功的上位 剔开了出身高贵的西班牙公主凯撒林王后 和她的女儿玛丽 安妮柏林可以说是史上最强的小三 如愿以偿的她 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 当然不 别忘了亨利八世还有四位妻子等着她 下一集我们继续看亨利八世的渣男史